我总共有过五段感情经历 我的恋爱处处有点多 但是我感觉对象出处了 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理想中的对象就是 有过恋爱经历 不限四处 我找对象指定不会找一张白纸 我找对象一共总结了五大原则 第一点就是 不能太听我话的 一定要有自己的实践 第二点我绝对不能找一个 分了手还跟钱的有联系的 第三点 家里不能太有钱的 买衣服花钱不受购买那种 我受不了 第四点 我找对象之前 一定要认识他的对象 第五点就是 我坚决不给彩礼 我最烦女朋友要东西 我觉得男人都是贱皮子 受不了女生对自己太好 先找一个有性格的女生 经常守住自己 我想找一个公主 而不是一个保姆 你愿意做那个公主吗 变化先生 谢谢大家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为什么不找一个 没有出过地下的女孩 然后我呢 是自己一点恋爱经历没有 我会做饭 会洗衣服 然后有能力自己挣钱 我没觉得我 比其他女生差在哪儿 所以我觉得 像我这样女生已经很珍贵了 可以现在说 像熊猫一样稀有 我觉得我就是全程热恋的熊猫 我想找的人一定是在我图纸上 画一幅完美的图画 只为我一个人 而且也绝对不会允许第二个男人 在我白纸上乱勾乱抹 我想找这样的男人 就是人和人的想法不一样嘛 我感觉这东西吧 就跟吃饭一样 你今天吃锅包肉 明天又给上班留一段 你也想尝尝 后天又给上班烧鞋 你也想尝尝 我感觉你把所有的菜 都吃遍了之后 你太想知道 你自己想吃的到底是什么味 那只说明你这个男人太花心 还没有 那个玩心还没有收回来 如果你踏实想 跟一个女生过日子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想法 主要是你刚才说 你说你尝过了锅包肉 尝过了烧茄子 尝过了溜溜段 你已经尝过了五种菜了 那我觉得女孩要白纸一点挺好的 为什么不想选呢 我想找一个就是 她自己到底想得意什么 让她自己心里明白 而不是说是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这种事情 因为我跟我第一个对象在一起 从大学后来在一起 也是我第一个对象 在一起两年 两年之后 就感觉生活没有激情了 什么样别人 别人的女孩 我一样都没见过 我就要知道 别的女孩是什么样 还是所有女孩都跟她一样 不会有这种想法 是你没有激情了 不是 我就感觉 我现在就是在一个 在一个景里面 外面的世界我没看过 你觉得感情的景 我们要跳出去 你去看多少个景 才能够看得全呢 当然我最起码我要知道 我自己心里想要的是什么 可能她这种想法 是很多小男生的想法 可能小男生的想法 是我接触了几种类型的女孩之后 我才知道 我最后要娶的 对对对 应该是哪一块 对对对 是吧 是这样吧 就是用比喻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自己 现在已经清楚自己 想找什么样来了 就是这个意思 想找什么样的 对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想找什么样的 先找一个有点脾气 带点任性 不是那么太节约 但是有点能控制住自己 稍微能拿得住我点 你能拿得住你 对 好 来 11号 你护士 有很多人都很排斥我这个行业 我是一个名做护士的 那你排斥的一个行业吗 不排斥 护士有什么排斥的吗 那你喜欢护士吗 我指定不喜欢护士是 我睁眼睛 见识护士 那不就住院了吗 这能不能接受护士这个职业 那能接受 那能接受 你说你俩唠嗷怎么费劲 没能接受 护士 只有你的灯亮着 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没什么意见 我觉得它挺好的 好 掌声有请 11号 马妍有请 来看一下小伙子上场的时候 选择的一周人是谁 一起来看 10号 小绵羊 掌声有请 重心爱努力爱情爱爱 我想跟你谈恋爱 买灯 小绵羊为什么灭灯了 我觉得他像个少爷 怕我管不了吧 捧不住是吗 好吧 接下来 来 小伙子 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 因为吧 就是做买卖的东西有正有赔 可能是一夜之间 让你身无分文 所有东西都得从零起步 你们会怎么做啊 既然我喜欢你这个人 我就愿意陪你大起大落 我也会就是 在一起不放弃 就这样 那么问题问过了 接下来小伙子 你要做出你的选择了 如果选择 我们的美护士的话 就可以幸福的牵手成功 如果选择9号小绵羊的话 就要再做进一步的努力和争取 选择谁就站在谁的对面 好吧 来 5 4 3 2 1 选择谁就站在谁的对面 好吧 来 5 4 3 2 1 对不起 你的选择是 自己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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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还没到 为什么呢 因为吧 我这就相信那种一件动情 日久生年那是感动 一件才是爱情 就是当初的第一眼 我爱上的男人就是爱你 那有你一件就选的姑娘 什么样啊 她灭灯了 那因为她给的原因是她觉得她怕hold不住你 你可以证明你可以hold得住我呀 可能就是hold不住我 我找得有器材 你要找一个熟知得了你的 对 是吗 就是我拉走下去了 还是会像我跟我第一个对象那样 特别顺从我 就是不想要那么生活 就一般的男孩找得像 他想找一个贤妻良母似的 他想找这样的 其实挺不好妈色的 他可能是以前好妈色的都太多了 他说一点是对的 太好妈色的 已经不是爱情了 因为他们两个人不平等 是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两位姑娘 谢谢 其实小伙子很优秀 23岁 有钱长得又帅气 是不是 以至于很多女孩在你身上 你有点抬起我了 有不安全感了 我觉得这是灭灯的主要原因 是的 是的 这是你 你的各方面的条件给他们带来的压力 我感觉要是真正是那个对的人的话 两个在一起 她也能给我安全感 我也能给她安全感 就是心里不会有这么多顾虑 我们也期待着 能够看到有一天 能够hold得住你的一个姑娘 能够快点出现 好吧 我感觉快乐 好 来 缘分天使送给你 谢谢妍姐 掌声送别 小伙子加油